顧家都在飆涨 但是台北市萬華有一家50元的便當店 老闆非常講究 他們選用成本比較貴一塊錢的 木盒來做包裝 讓便當的味道吃起來多了淡淡的香氣 但他們是如何省成本的呢 就是靠著大量採購 還有把多餘的肥肉炸油炒菜 而這一家店鎖定了銀髮族和上班族 光是一天就可以熱賣1000份 一個月的營業額可以充破百萬 油鍋加熱到80度 放入四季豆過油上色 乾扁後和少許砂糖一起炒到翠綠色 排骨棒棒腿秋刀魚 台面上看得到的隨你選一份餐只賣50塊 而且它價錢很公告 買回去家裡的人吃說好吃 相對積木架餐盒塞進兩塊木片 電量店員工靠一對雙手 小心翼翼把木盒組裝起來 稍少都會弄到啊 習慣就好了吧 除了組裝搞缸還得付出代價 比較紙盒包裝成本低一個兩塊錢 木盒一個要三塊 但便當吃起來還多了淡淡香氣 會啊 有木頭的香味啊 很好吃啊 口感很好 它的種類很多啊 那一塊裝回來我就要馬上補過氣 靠著木盒在萬華打出名號 50元便當客員鎖定上班族和年長者 一天熱賣千份 估計一個月營收衝破百萬大關 因為常常會問客人嘛 你真的吃的習慣嗎 客人說你太鹹太淡 因為這裡老年多嘛 所以不能吃太硬 豬肉貴藏商控制成本五倍薄 連切下來的絞肉不能丟掉拿來炸油 是我們那個後腿都擠下來剩下的 客人吃的比較不會油膩 看廚房也只有一位中破塞 一天得包下千份便當 還開連鎖店 集體採購壓低成本 是總公司這樣配菜過來的 我們沒有在外面自己去買菜的 畢竟一個便當賺不到五塊錢 遇到颱風下雨還會賠本 開源節流 薄利多銷 才能在物價飆漲的年代生存下去 東南財英新聞 江宋 沈玉騰台報導